8月16号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美国国家档案馆有个礼品店 来此一游的朋友 那你说你都接受教育了 得挑一件礼物吧 代表自己对美国的历史文化的理解嘛 你猜一猜 是什么纪念品卖的最火 是人类登陆月球的照片 独立宣言 没跑了吧 权力法案都不对 这些都是美国伟大的标志 但是更多的美国人理解和认同的美国文化呀 那种扎在他们骨子里的美国精神 是一张照片 是猫王Elvis Presley和尼克松总统 在白宫椭圆总统办公室的会见 英文的叫做King meet President 流行天王会见总统 就这次会见 这电影都拍了好几部了 事实上啊 就这两人的会见呢 跟小说一样有意思 1970年的12月21号 猫王从洛杉矶搭乘深夜班机飞到首都 在班机上 这猫王就突然来了一个想法 他就喊了一声说 Hey Sweet 都把乘务员给叫来了 这从来不写信的巨星啊 跟乘务员要了纸和笔 他写了一封给尼克松的信 那他的信是这么说的 他说 Sir I can and will be of any service that I can do to help the country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啊 我也愿意为这个国家做点啥 这猫王希望干嘛呢 猫王希望啊 获得一个徽章 希望总统给他来一个麻药和危险药物管理 就是咱们后来说 缉毒局的徽章 他想成为一个缉毒特工 这猫王就像这美国很多那种大男孩啊 自由率性单纯 他特别喜欢搜集那个徽章 所以这次去华盛顿呢 实际上就是想去搜集这个缉毒局的徽章呢 他怕别人不给他呀 他说 我跟总统要总统总能给吧 这不是咱们空口说的 这封信现在就放在国家档案馆呢 这清晨飞机抵达机场了 猫王直接坐豪华轿车 特别张扬 去了白宫了 早上六点半到达白宫大门 守卫大门的警卫一眨眼一看 哟 这是猫王的大刘海的头发 一身斗篷 这不是猫王啊 这怎么到白宫来赶赶早上演出来了 猫王很帅 把信交给门卫了 请转交总统 我想见他 猫王的亲笔信很快就转交到了总统顾问克罗的手上 克罗啊 他是猫王的超级粉丝 一听说猫王要跟总统见面觉得好主意呀 这对总统将来的竞选连任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他马上找到了白宫幕僚长哈尔德曼 哈尔德曼第一个反应就是 开玩笑吧 这演艺界都那么率性 他怎么跑来见白宫的总统来 见咱们总统来了 这克罗很快就说服他了 说这个事咱们得张罗 你知道猫王有多少粉丝啊 对 其实这个时候哈猫王没有闲着 他把信交给那个白宫门卫之后啊 直接就跑到毒品那个麻醉品管理局和副局长去要徽章去了 副局长也是很喜欢猫王 但是说哎呀 这个徽章我们只能给自己特工啊 这给您不合适啊 这猫王闷闷不乐的就回到宾馆了 这个时候白宫电话打来了同意安排他与尼克松总统见面 哇 精神大振呢 换上标准的这个行头 白色的大帆里赤衫就我刚刚那个啊 黑斗篷金色的宽腰带 啪 蛤蟆镜 戴上助手和保镖 一起就奔白宫去了 两人的会见是在十二点半正式开始的 尼克松总统啊 走出来了 人在猫王面前显得特别的局促 你想嘛 他白宫里面突然来那么一个金色腰带戴蛤蟆镜的 视觉落差太大 照现在的时髦话就是有点穿越感 这猫王也是 他见到总统之后十几秒钟的说不出话来 他激动啊 但后来他就开始反客为主了 哎呀 总统您瞧 这是我太太 这是我女儿Lisa 他开始向总统展示自己的太太孩子的照片 然后呢 小盒子打开了 一把科尔特手枪 哎呦 总统说你这没过安检把手枪都带进来了 猫王说这给您的啊 跟尼克松谈话的时候他就说了 他说我现在对美国青少年现状很忧虑啊 总统愣了 哎呦 你这还忧国忧民呢 那是 但是你看这个吸毒问题啊 特别严重 我也很担心共产主义对我们的渗透 他还说呢 这个劈头事乐队 英国的劈头事乐队Beatles是反美的 他是反美精神的主力 总统很机智啊 马上就回应说 社会上这些吸毒人员同样也是反美运动的先锋啊 其实猫王这次不是专门来跟总统来谈他的这些优国优民的 他打开了他搜集很多的这个警察的徽章 他说您瞅瞅我搜集的这个警察徽章 话锋一转说明了他此次来访的真正原因 这个总统先生 我想我想得到麻醉剂和危险药品管理局的徽章 那个徽章我往身上一带 我就可以出入联邦机构了 尼克松总统愣了一下 这下子是干嘛呢 然后端详一下这个这万人崇拜的这大孩子扭过头就问了一下克罗 就是张罗这个会面的那人 这个可以办到吗 克罗肯定的点了点头 尼克松马上说了 好 我答应你给你一个集图局的会章 这高大帅气的猫王高兴坏了 用胳膊哈的把总统给搂了过来拥抱了他 就在尼克松准备结束会谈的时候 猫王突然说总统先生 您能跟我的朋友握个手吗 总统说您的朋友在哪啊 在外面呢 不让进来 好吧 让他们进来吧 进来吧 结果呢 尼克松呢 就让克罗把这个猫王的助手和保镖给请了进来 不但与他们握了手 还送给他们礼物 白宫特制的袖扣 袖扣 猫王还得寸进尺 这一看这两个朋友拿了袖扣 他说呢 总统先生 他们两个都成家了 还有太太呢 尼克松说 好吧 好吧 这每人再给一条白宫特制的这个胸针 给了一个胸针 当时在场的白宫摄影师阿特金斯 拍下了20多张会面照片 记载了整个会面的过程 这20多张宝贵的记录 现在都可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到 1988年 国家档案馆就开始出售猫王与尼克松见面的照片的复制品了 当时的猫王已经去世了 尼克松呢 也辞职下台了 但他们两人18年前见面的照片 还是勾起了人们对六七十年代美好岁月的回忆 人们都知道尼克松对当下的流行文化 他是全然不了解 照片反映出来那种巨大反差特别吸引人 在国际事务中 咱们想那个纵横败河的尼克松总统拥有最高的权力 可是在那面前却写的那么的木讷呆板 这个猫王呢 是一个标准的美国基督教家庭的单纯大孩子 那么招人迷 那么充满了活力 一个是酷到了极致 一个是呆到了极点 这个反差让大家忍俊不尽 但是人们之所以喜爱照片 除了看了高兴之外 还有更多的原因 因为这张照片的主人有着不同的故事结局 各自他们都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正在人们的仰望当中却都跌落了下来 而且都跌得那么狠 1972年6月17号水门事件案发 第二年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就发出了传票 要求白宫交出所有的录音带 在尼克松以总统的特别行政权力拒绝之后 舆论哗然 当时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就开始举行弹劾总统的听证会 声望啊还有党内的支持一下子都跌到了冰点 尼克松后来问顾问说 咱们有可能赢吗 别人说不可能了 参议院你的共和党支持他的人都快没有了 他明白了 如果不辞职啊 结局会更难堪 1974年的8月8号晚上的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辞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务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 这场通过电视和广播直播的辞职演说 就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 四年前呢 还正是在这里 总统会见了万人迷猫王普莱斯利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猫王 绰号猫王的艾维斯·普莱斯利 他个人唱片销售量惊爆全球 发行量达到十亿张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获得 最大商业成功的音乐艺人 在他死后整整40年 2017年2018年 仍然被全世界歌迷奉为偶像 猫王作为流行音乐的里程碑 也是20世纪最强大的文化 我在14年的时候 正好去了一趟孟菲斯 去了一趟恩典之地 Graceland 猫王的故居 如果你也去过 跟我肯定是同样的感受 你可以看到数以万计的游人排队在那 落意不绝的去抚摸猫王生前的一切 服装 汽车 他的庄园去瞻仰他的墓碑 来的人从白发苍苍猫王那个年代的月迷 到穿着猫王服装的年轻人 再到那戴着墨镜的小孩 你想 这种文化的熏陶和认可 还在这么一代一代的人往下走 咱们就想 猫王它为什么那么火呀 它为什么就成为了美国这么独特的文化标志呢 猫王迷不迷人 当然迷人 领子一竖 咱们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做 Love Me Tender 是猫王传世的情歌 但实际上在它辉煌的演绎生涯中 猫王演唱了大量的福音歌曲叫Gospel Sounds 他总共赢得过三次这个格莱美奖 捧回来三座这个奖杯 他获奖的唱片呢 这三次都是凭着演绎的福音音乐 比如说《基督徒耳熟能详》的叫《你真伟大》这首歌 这绝非偶然呢 也就换句话说 大家认可的是他对这个信仰的一种歌颂 猫王普莱斯利他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山区小镇 他的父亲是一位蓝领工人 他的母亲就在家里带孩子 还就待他这一个孩子 他出生的是双胞胎 他哥哥 不知道是他哥哥还是他弟弟 反正双胞胎 有一个就死于难产 就明明活下来 他是双胞胎活下来的那个 他最初的音乐 他的音乐经历是来自于教会 来自于唱诗班 这说到教会了 这咱们就要说说猫王的他的宗教体验 猫王的家庭信仰啊 是二十世纪初兴起的基督教新教运动 叫做什么呢 叫做五旬宗 这五旬来自于五旬节 宗是宗教的宗 这英文叫做Pentecostalism 挺难念的一词 他在笃信耶稣为救赎主之外呢 他们想恢复啊 就是早期基督教的很多的特异功能 他们很注重一种叫做灵性的体验 就是说突然会说一种方言 或者是说一种谁也闹不清楚的什么语言 比如说他们中间突然就有人说 会说汉语 会说中国话了 会说印度话了 尽管这些人连密西西比都没有离开过 这是什么 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获得神灵庇佑的一种证据 他们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治病疗伤 当然了 这个传统基督教的这种方式并不完全认可 比如说圣徒约翰就描述我这种 就是所谓叫方言呢 就是什么话都能说 说这种特异功能啊可以来自圣灵 但也很有可能来自邪灵附体 不管争议如何吧 事实上就是在猫王的家庭和他们这个社区的宗教体验中呢 让音乐和说唱技巧成为了跟信仰和心灵体验同步的工具 猫王从小就得到了充分的宣讨 猫王将这个密西西比和教会中的灵性体验呢 融入了那当时的黑人音乐当中 当然黑人音乐还属于边缘音乐 并不主流 评论家认为猫王的吸引力啊 就在于他的音乐是宗教性的 唤醒了通常不为人知的一种体验 猫王不仅创造了标志性的这个美国文化 而且它的影响力啊是全球性的 说到苏联了 前苏联说猫王啊是西方的冷战武器 把它上升到武器的高度了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 东德西德嘛 东德民主东德 它是它这个宣传部啊 共产党的宣传部牵头 找了三个舞蹈专家发明了一种舞蹈 这种舞蹈他们说是具有高尚情怀的 富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叫社会主义舞步啊 德语叫做Lipsy叫做利比锡舞 这有点像那个中国大陆啊 在八十年代的那个GT5 那个GT5前身就是这个 这两个手交叉 我这个右手 右手就抓那左边的人的左手 我这左手抓右边的人的右手 然后就一二三踢左腿 一二三踢右腿 就这个舞蹈用这个舞蹈来对抗猫王的这个扭跨舞 结果呢1959年东德爆发了民间抗议 为啥抗议 他们说我们不跳这个利比锡舞 我要猫王 于是苏联和东德政府就开始抓捕摇滚乐和猫王的乐迷 这些乐迷被抓的时候最爱喊的一句话 我估计您能想象得到是什么 就是猫王万岁 所以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的经济上的弱势 文化上的弱势 导致了最后他们去建起了柏林墙 可以说猫王是导致1961年东德修建柏林墙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美国呀 摇滚乐也不是一路凯割 传统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保守派的政治团体 并不能够一下子去接受猫王的 当时众议院也成立了一个叫摇滚乐调查小组委员会 有些城市比如说圣地雅各、佛罗里达的一些城市 警方要求猫王在登台歌唱演出的时候 不得移动身体 就只能让他呆呆地站着不准动 为什么呢 因为猫王这一扭胯 然后拖着麦克风的架子跑到舞台边上 就这么一动作 整个晚会立刻就失控了 年轻人太崇拜猫王了 到了七十年代 意识形态的较量的进入了美国内部 当时美国内部有很多的运动啊 像平权运动啊 女权运动啊 反战运动啊 在这些高尚的旗帜之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反过来渗透美国了 自由思想和体制下产生了伟大的人性和创造力 这一点极权国家自叹不如 你看猫王的疙瘩都挡不住 但是他们找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自由的名义来摧毁自由 用极端自由主义开始腐蚀民主国家 猫王也是在七十年代开始走路低谷 那个时候摇滚乐进入了癫狂状态了 就是什么性派体啊 毒品啊都成为了生活必需品了 所以咱们看当年那张著名的照片中的两个王 尼克松被丑闻击倒 这位宣称当年那个大孩子宣称 毒品是美国文化的敌人的这个猫王 那个拿到了极毒局的徽章的猫王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呢 却是跟毒品相伴的 大量的服用毒品 大量的服用镇静剂 以至于他在演出的时候啊 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唱出一首歌 甚至咱们刚才说的那首 在无数的歌迷心中 那首歌Love Me Tender 这首歌 歌词啊 他都记不起来了 哎呀 他唱歌的时候那个劲啊 那个迷幻的那个镜头 台下的歌迷心都碎了 历史上的今天 1977年的8月16号 猫王在Graceland恩典之地 他自己的家中猝死 在进行尸检之后啊 一份报告拿出来了 但是做了两份报告 一份报告呢 明确他生前是这个心脏病是死因 把这个报告呢 交给了媒体发表了 另一份报告非常明确的说出来 是因为生前长期大量吸食各类毒品 这个心脏病是综合病症爆发的结果 家人说呢 猫王死的时候啊 穿着一身金色的睡衣 全驱在浴室的地板上 像个婴儿 他手里还捧着一本神秘体验的书籍 1989年 柏林围墙被推倒了 东德人马上挤满了西柏林的唱片行 猫王的唱片抢购一空 历史上的今天 艾尔维斯·普莱斯利 猫王 包容养育天才 纵容毁灭灵魂